两起惊险车祸先来看到的是在嘉义翻路乡路段 有一辆机车行进台三线的时候 再处过弯路段失控打滑撞上了电线杆 结果机车瞬间抛飞坠落到护栏之外 而机车骑士则是受伤骨折 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而另外呢是在宜兰罗东 同样发生了一辆车在转弯处没有减速 直接撞上了对象的车辆 一共波及到了三辆车 骑士一个大转弯压车速度很快 车身瞬间失控打滑摩擦地面 撞上路旁的电线杆及护栏 机车更是瞬间抛飞坠落到护栏外 目击民众赶紧冲过去查看 所幸机车骑士没有跟着坠落 而后方车辆也紧急刹车 惊险画面就发生在经常传出车祸事故的台三线 嘉义翻路乡路段 所幸坠落的是机车不是人 骑士撞到电线杆后倒地 全身多处查错伤 肩膀骨折被紧急送医救治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表示该路段 光是今年违规举发件数 就高达2340件 会避免意外 已经讨问是否要增设 测速照相仪器取缔违规 而同样发生转弯处车祸的 还有宜兰罗东 一辆黑色休旅车 在行经中山路二段的转弯处 直直往前撞上对象的白色轿车 还波及到后方的一辆车辆 我本来要闪 但是没办法闪了 所以就是被撞的时候 我就往旁边撞偏到旁边去 遭撞的白车驾驶 车内安全清凉爆开 可见撞击力道有多大 警方到场检测 三位驾驶都没有酒驾 造势责任还需要再厘清 警方也呼吁开车上路要谨慎 过关处一定要减速 避免发生汗事 记得综合报道